母獎問答遊戲 究竟多少個月交一次水費 幾個月 幾個月就是幾個月 四個月一次 不過劏房戶不是 每個月都要交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業主每個月收他的水費 而不是按水務署的水費 帶來收費 真的很不合理 最重要有沒有收多 你記不記得你們上次交水費單多少錢 大概是百多元四個月 百多元四個月 你呢 夏天就二百二十元左右 冬天少些 一百八十左右 這間屋都幾多人住的 我知道 不過你在說百多二百元四個月 劏房戶越窮越見鬼 有些個案一個月一百五十元 四個月就是六百元 就是因為那些業主不單止收貴租 還要炒水 水都下來炒真的很涼快 不止啊 電也是這樣炒的 我們看到有些住戶 給了一些收據我們看 如果他正常每個月用一百一十度電 電力公司是收拒一百元都不夠 但是業主是收拒一百六十五元 多了六十五百分 但是我聽過這個更誇 但是更誇就好像這個 這個程單都沒有的 你怎麼算出來不知道 總之每個月就收你九百元 怎麼算不知道 然後這個呢 同樣的單位就收你四百五 怎麼算出來又是不知道 就是每個月都要付錢 錢是不合理那麼高 想知道怎麼算 沒有 這個情況現在好像完全沒有網管 因為根據供電則例 就算賣電圖利 最多都是減電的錶 其實減電錶 那誰會受苦 還不差 所以我想都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政府知道很久 過去五六年很多團體 我們自己都有說 炒水炒電 為什麼政府無動於衷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 工聯會見到哪一個局長 見到哪一個特首 你都提出這個劏房戶面對的問題 租金鬼 被人炒水炒電 政府知道 但是什麼都沒有做到 他們不做誰做 我們做 我們有事做 真是 介紹一下 我在大學 除了跟你老婆一樣都是讀英文 我副修法律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解決問題 有個法著手 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 所以我們會提一個私人條例草案 就是要修改電力條例 和水務設施條例 修改就是令到我們會加入 這兩條條例裡面會加入一個條文 就是轉售的話就是犯法 無論是轉售電或者轉售水都是犯法的 下一個階段 立法會復會之後 我們就會拿回去相關的食物委員會 亦都會交給法律草議專員 看看我們的字眼 但是因為這個是牽涉政府的政策 所以就需要特首批准 我希望呢 不要去到我們做了那麼多事之後 去到特首那裡就停了 不批我們了 是啊 政府當然要批 我們立法會裡面七十個議員 真是很多元化的 政治上又不同 經濟主義也不同 有沒有信心 本住作為議員是要關心基層 關心社會的話呢 我是有信心的 無論你是什麼政治理念 或者你是什麼階層呢 都不想見到我們的基層市民 被這些業主去剝削的 既然猜響都不可以濫收了 為什麼水和電可以被人炒賣呢 所以我們 推動私人條例草案 杜絕炒水炒電 好